很多时候就是我反倒宁愿相信那个表面的 官方的 就是官方的 公而告之的 因为那你自己公开打脸 那倒是美国有个学者呢 他政治学者他写了一本书 这个概念很有意思 叫想象的共同体 这个我们吃瓜群众呢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想象的共同体 所以娱乐圈的故事 它的真相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就是我们这个想象的共同体 共同创造 共同完善这些狗血的故事 所有的人都可以参与进去 而且互联网时代 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发表意见 包括您说的 包括我看到林志玲结婚以后 我也换成了岳云鹏的导航 对对对 那明星配合这种想象吗 就是为了明星配合这种想象 我觉得是在配合 有的时候甚至有意义地迎合这些想象 所以它也是现在商业社会 就是娱乐化 商业化以后的一个新的现象 很有意思 它是一个互动的关系 就是去迎合这个想象的共同体 这个能看出来 你看他那个发表那声明 你要逐字逐句的 我现在是懒得惹事 过去我就逐字逐句地敲他那个话 分析他那些话 什么我们不是过去的我们 我们依然是什么 还是我们 你要如果正常的事 你要向社会宣布 理论上讲你可以不宣布 你宣布是说我们今日离婚 将来依然是朋友 就很简单了 对吧 现在都说的 你发现很多流行的话呢 都是从这声明中来的 比如过去流行了 很长一段时间的话 叫且行且珍惜 对吧 您都熟 且行且珍惜这话 根本好像我印象中 送他一本什么文件 就是带话了 但是他抄下来以后呢 这个话过去没那么流行 一下就流行了 所以都且行且珍惜 然后这个什么我们 不是我们 我们还是我们 就这个巨事 现在我看到那个网上 到处都是来套用这个巨事 那么在这点上 你就能看出来 他们发表这个声明的时候呢 要利用这件事 是吧 他把它非常的文学化 然后加上了很多幻想空间 而且写的呢 传播性很好 对 传播性很好 然后呢 半长不短的 他还不给你落落八说 写特长 他也不给你就写一句话 他给你弄的那个恰到好处 所以这个传播 像他们这种结婚离婚的这种事 都是过意的嘛 那肯定点击都是过意的 我觉得都在玩火 我不是说这些明星在玩火啊 我是说他们已经不得步了 就是你知道 就可能是 就是岁数越大 人越倾向于这个保守啊 相信这老辈子人的一些道理啊 我真是觉得 其实很早以前 我就觉得 现在咱们说谁火呀 我第一次听见这个词 我就觉得不吉利 就说像这个年代 就说哎呀火了 终于火了 好家伙 甚至于你有时候觉得特可笑 有时候你看一剧组啊 播两集 先是剧组内部造这个气氛 火了火了 火了吧 好像火了 火了 你知道吗 他傻了 但是有的可能光机就 火了 我就说 这为什么不吉利 火了是什么意思 那你不就是烤鸭了吗 就是控制不住了 你下边 你不就你火了之后 你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命运吗 你不就是在火上面烤的烤鸭吗 然后呢 所以我就说 我玩火 就是我就说了 像那个行星那么大的体量 你到自真俱灼 然后呢 你想在这个里边牟利 可是我觉得这个真是需要诸葛亮一样的 诸葛亮都玩不赢啊 那那那那 这面对着这么诡诀多变的这个这个互联网啊 这个这个民情 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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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以为你是弄潮儿 你能 所以我们中间这个舆论这个发酵啊 它经常有变化 之前呢 比如说出现了出轨的事 出轨事呢 那么这个主人公的这个太太的态度就非常重要 他如果不原谅 这个男演员就瞎了 嗯 他一出来说 我原谅他 我接受他 基本上舆论就平息了 就人家媳妇都不管 你管 你瞎刀心 所以很多时候呢 就用这个方式 就是做太太工作 比如说经纪公司公司 巨组 得做太太工作 安抚好 那么后来呢 有些时候呢 又发现 比如说女方出轨了怎么办 然后呢 哎 后来说 他们早半年前就离婚了 哦 那离婚了就不叫出轨 那么也就 经济损失就被挽回了 你如果说 那是不是民政局呢 是不是半年前就离婚了 那不一定 但是你只要把舆论压下来 那你经济上的那些问题 比如说 合约不定 你还要赔偿呢 那也就没了 所以我们现在 所以我 我说我是一个反八卦的一个人 我就看到了所有八卦 我们多少了解一些后面的情况 就说 哦 这个是什么原因 我们都知道这些信息后面 有些是猜得到它是什么原因 那既然那么复杂 当初为什么轻易结婚呢 结婚有的时候也是从利益的角度 就是可以看到很多成功案例 就是原来它挺红的 它也挺红的 但它俩一合以后更红 哦 这个就是双赢的 甚至携手走学 对对对 那价钱可不是翻一倍的问题 对吧 部分整体大于部分之国 因为它这个就是用现在的话 它突破圈城了 就是原来是娱乐新闻 它现在还可以进入到 比如说社会新闻 还有比如说家庭 家庭类的 它身子也更多元了 对对对 你觉得他们真希望更有名吗 哦 我觉得是的 没有一个演员是不希望有名的 我可能骂 也可能 我要说 那肯定人家骂我装 你装人家骂就骂 但是我自己真心的想法 就适可而止 真的 我已经看到了这个无比的凶险呢 这是日子过得可以了 对吧 虽然咱也没什么资本 这一两年还真的 我现在真的觉得怕出名啊 怕出名啊 我原来有一次跟那个尔东生导演吃饭 然后他说我特别感触 他就是说 因为他从小演艺世家 家里全是演员 而他从小就进入演艺圈 他见过所有上过这个 到过山顶 见过巅峰的人 很少有善终的 就到了后面 就是疯的疯 残的残 有的他可能是接受不了 这个 这个他稍微有点下滑 然后就会疯狂的扑腾 越扑腾越下滑 所以到后面 他说晚年很惨 他说像他这样 他说他是自认为 一辈子没有登过高峰 见过那个 见过山顶的人 但是他说 你看我现在还有 还有饭吃 还能拍戏 然后还能提携 底下的这样的导演 他觉得这样的日子很好 然后我当时就想 我也要做一个 稳居二线的人 因为这样 我觉得见过高峰的人 就是我觉得真的很惨 因为他接受不了 他往下滑那么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 还挺可怕的 真的是这么回事 你说你比如说 像你说的这个 好比说明星找明星 他我现在听了你说的 我开始相信 就是说他不可能 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我原来甚至可以简单到 我认为最早 就是两个人相爱 跟普通人一样 很多资本的问题 什么的问题 这是后来才考虑的事 第一总是我们相爱吧 你的意思还不是 不一定都是这样 因为有很多成功案例 你以前我们最早知道的 像三国百汇 跟三不友和的关系 他确实 对 因为他俩在一起 他是一个国民关注的 一个国民现象 全国人民不允许 你们俩分开 对 就到这个程度了 你要这么说 甚至于会不会有一种可能 没准他们俩 也可能在这个婚姻生活当中 也有不那么美好的情况 但是人民群众不答应 人民群众不答应 你看他这种事 因为这两个人 都是在结婚前的时候 都非常有名 尤其山口百汇是大名 然后他结婚以后 迅速退出演艺界 而且到今天他也没有付出 起码他这个婚姻的 这个大部分 这个历程都走完了 你知道在中国演员就不行 中国演员所有观众认为 金童玉女的 全都走不到一块去 为什么呢 中国文化 你看那个谁 就是原来林青霞跟秦汉 那个在我们这个年代 年轻的 我像他这岁数 所有人都认为 这俩人是得结婚 如果他们俩结婚 就应该是像山口百贵 这路子吧 他肯定不是 我现在说话有点谨慎 所以演艺人员 他确实有一个特点 就是有一个人民群众的期待 人民群众的期望 人民群众希望你们 从戏里演到戏外 对吧 甚至你们成为国民夫妻 我一直觉得这词也挺逗的 从什么时候流行起来 咱们年轻的时候 没这词 国民媳妇 国民什么老公 国民什么 哎哟天呐 我想那那个人 他得背负着多大的压力 这国民老公要离了婚 就是老百姓不再去操这种心 就是说觉得 童男育女的这帮演员 他应该凑成一对 觉得生活中 就应该如此的美好 从相貌到能力 到什么都是一些 但是突然发现 我们这社会绝对不是这样 你越漂亮 你越有成就 我现在说的是女演员 我对女演员表示尊敬 我们先把这个事 尊敬的女演员 对 他就一定在最终 不是按大众想象的去走 我见到过 我们不需要去说人 因为我现在不能 挨个点人名 这我不敢 但是你仔细想 你其实心里都有人名 他绝对不是 一开始 比如说一个周明的女演员 最后一个周明的导演 两个人打下 这也可以 突然发现不是 人家为什么要按照你 不是我这么想 是他 等等等等 是他自己这么想 所有人都看见了 一开始 后来没走到头 你们俩垮着肩 跨着腰子走着 郝老远 最后消失在我们视线中的时候 突然你翻过来 你换一人 换一人 不行啊 对 这刚才不是说国民性吗 对对对 你刚才举的是山口百会的这个例子 为什么人家能走 我说的不是 我们俩管着 你的视野 还非得一直走下去啊 公众就是希望这样 希望西洋西下的时候 依然爱情还存在 嫉妒西洋红 结果不是这事 西洋西下是个不景 所以马爷说这个呢 就是 大家关注这个明星的婚姻呢 很重要一个 就是把自己对爱情的想象 投射到他们 对了 还是编句说得高吧 对对 就这意思 两宋的问题就是这样的 因为两宋呢 我老想起宋丹丹跟宋方金 这个宋中基跟 他改大剧本的事 对 就是宋中基跟这个宋慧桥啊 对 他就是这样 金通玉女 就是全国人民希望他俩在一起 他俩在一起以后 大家放心了 说这下好了 他们都找到一个好归宿 这过两年 他们俩自己不干了 这个就是 他不照顾全国人民的情绪 是是是 我觉得对他们俩 他经货要多长时间 我不知道 三年 那很短嘛 那还不是无间呢 对他俩的商业上影响很大 那这个问题就是 那人家不能迷惘 对 那人家就是说 人家需要为你的投射 负责任吗 那你就要买单呢 你的片酬就下降了 是吧 那你愿不愿意付出这样的代表 那么很多演员 我们知道 其实跟宋中基和宋慧桥 是一样的状态 人家不宣布离婚 我明白了 市场是公平的 但是这个谁都愿不着 真的 谁都愿不着 就是说 我们俩一结婚 突然发现我片酬提高了 我不能说不要吧 我即便再有风骨 我不能说这个增加的片酬 是因为我的婚姻 你们才给我的 所以我拒腐蚀永不沾 你要这样你牛 是吧 但是你瘦了呀 你瘦了 这里边就有一个 我们是因为你有一个模范夫妻 你在演这个 我们才愿意看你戏 你的片酬才增加 所以你确实 担着一份这个呢 所以我后来就是对所谓的高光时刻 这个词有更深刻的理解 就是好多你比如说好多好多明星来说他结婚的那一刻 是他的高光时刻啊 上面所有人都怎么样 或者是他什么公共事件 但是我后来觉得所谓高光时刻 就是你获得了很来 本来很多你不应该拥有的东西 不应该拥有的别人的希望的投射 不应该拥有的聚光灯 有一天你要意识到说你是要还的 或者是这些东西你不拥有 但是在你拥有的时候你其实很难意识到 这是人的这个自觉的这个部分 其实包括像明星的婚礼的问题 奢侈婚礼的问题 群众意见很大 照常 因为一下婚礼花那么多钱 但是我多了解 有些也是朋友 我说你为什么呀 你为什么这么得瑟 他说没办法 是比如说 我这有一个经济公司 他那一经济公司 一谈商务都有了 我结婚不用花钱 全是赞助 还能赚钱 然后呢 半个月我在各个媒体首页 各个时尚杂志 我是封面 我为什么不去 这是他被一个商业的这个列车给绑架了 你不干也得干 你干上以后你会更好 人家所有人告诉你 这个话基本对有一个小小误差 他不仅仅被商业的列车绑架 是他心甘情愿上 你还系上安全带 还跟这个人走 就走 他假装是个绑架 就是我好像不是特愿意 但上车以后 我发现这车也很舒服也很快 我把安全带一系 等到这儿以后 现在有点琢磨过味儿来说 哎呦 我真是当时考虑不走 但是你讲了这一番因果 我就明白这个贝索斯说的对 即便现在明白了 但是倒退回25年前 想一想 还是只能这么做 因为这个时代 推着你啊 你要不你怎么办呢 你秘密结婚吗 其实也可以 你为什么不 瞒不住啊 直里包不住火呀 那那种女明星要是结了婚 就说好 那我就当个家庭主妇 那会不会就好点 就那一刻 山口百灰啊 他就自由了 会不会这样呢 就女明星愿意说 这个结了婚之后 我就退圈了 目前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不是 他这个 他如果在那个位置上 他不会退 对 他是这样 他是没啥名退了 退了谁也不知道 他如果在那个高位 就高光时刻你往上退 那除了山口百会 他第一他有日本 有这个文化 对 他退下来以后 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那现在我们 假设 不能说人名 老我想吞出一个人名 就是你弄出一个 就这种高光时刻的 一等一的女演员 他要退下去 所有人肯定说 那啥 他脑子智利啊 上海人一定说 他脑子瓦头了 是不是 那个脑子坏掉了嘛 对 但是他们认为 你的文化不支持这件事 我们的 其实所有的社会现象 都是一个文化支持 形成的一个果 不管这是善果还是恶果 它是文化支持出来的 对不对 你说八卦 八卦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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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衷啊 就是我们其实也很八卦 要不然你也不做这台节目 对不对 对吧 你不能说别人八卦不好 八卦是生活中的一个调剂 有时候听听没什么不对的 而且那八卦 有时候 他每个人都按照 按照自己的理解 有利于自己的理解方向 去取得这个结果 跟别人传授 这个八卦呢 是有作用的 就是 当然咱这又不能 又不能让女性攻击我们啊 就是说 相比之下 女孩也承认 好像男的聊的少一点 对 女孩子们聊的对 这不算歧视女性吧 对对 对吧 这算赞美女性 对 那么有人说呢 人类最早为什么八卦呢 星星是吧 你比如说 你看这个小动物 他要玩游戏啊 就捕猎 打打闹闹 是因为训练 他成人之后 因为他需要去逮 逮食物 所以他做这个游戏 八卦呢 你了解在择偶方面 社会的价值观 游戏规则 训练这个东西 比如说 女孩某种程度上 聊这个不是完全没用的 他在这个交流当中 他知道 关于婚姻 恋爱 择偶 游戏环境 游戏规则 不同条件的比对 比配 你发现 基本上全是这个 最早就是说是星星嘛 他叫疏毛 就是那个行为 就是说星星 跟其他的动物 有点不一样的 就是说 他们会相互的疏毛 其实疏毛的时候 他就在八卦 这有一点好处 就是他在疏毛的时候 他能够帮你看到 看不到的危险 就是你那时候是放松的 但是你也不知道 你背后有什么 你旁边有什么 但是帮你疏毛的 这些人 他说哎呀 这边可能有危险 那边可能有食物 所以后来就是 我一直觉得是在说诗子 没有 他其实疏毛 就是人类最早的 一个八卦的 一个起源吧 前两天 我们一团队 一女孩说 我跟我男朋友分手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这个 我每天下班回家 我就跟他说这些八卦 他是个理科男 他老是一句 给我等回去 这些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看 他这个 他其实是一个 他交流 他抒发 是吧 不解风情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这个事啊 你说他不重要 他也可能很重要 因他而起的议论 会直接影响到 社会大众 对于婚姻的选择 你说对吗 他在这个里边看啊 你比如说 这个怎么办 出现了这种资本关系 你不信 我再给你找一材料 我还有呢 我还有呢 就是 你像我刚才 给你讲一个女的 就是一气之下 净身出户 最后后悔 那同样还有相反的 这个女的 现在都出来了 让外遇老公 净身出户的策略 就是 你知道吗 发现这个老公 在外边这个 出轨 他的这个梦啊 彻底粉碎之后 我要实现一个目的 不是跟他平分财产 而是让他净身出户 净身出圈 他说怎么办 我通过黑客软件 定位跟踪 发现他凌晨去了酒店 第二天一大早 我跑去酒店 查看了监控 我破解了他的手机密码 敲出他手机里 生意上重要的人物通讯录 破解了婆婆手机的密码 翻出老家所有亲戚朋友的 联系电话 甚至于就是说 光有他出轨的证据 这还不够震撼他 我他做生意的人 和他的这个生意圈 难免有些不法的事情 我连这个证据都搜集 搜集齐了之后 他说最后的一幕 是在他的办公室发生的 拿到所有的证据 到他办公室 十分钟之后 他就出来了 老公签下来的 一分钱不要 所有的财产归他 他说而且 我还是要让我的律师 通过法院 来把这个判下来 因为这种私下的协议 还怕不够反律效力 你瞧 现在已经有了这样 有胆有识的了 这个 不值得魔法 这个事给我听的 有点毛骨悚然 我觉得这个人 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这么干事 你这个不及后果 这是不可能的 世界上的事 有一个很简单的事 任何人都会犯错误 不管是什么样的错误 那任何犯了错误 都有一个救激方法 救激方法只能达到 相对公平而已 不可能达到绝对公平 尤其不能说 你还我青春 简单的说 那我也有青春 是不是这意思 男女一分手再说 什么我那么年轻 我那么漂亮 嫁给你了 你现在还我青春 那青春怎么还呢 对不对 所以这种都叫无理要求 就事论事 仅仅夫妻啊 夫妻有短的 像两宋这个才三年 三年 接不接 离不离都差不太多 你三十年也有啊 对不对 我们举的那些 过去举的那些例子 那个都 由贫穷到富有 巨大的财富 你还是有这个问题 就包括这个这个谁呀 这个亚马逊的这个 贝索斯 贝索斯啊 你这么大的财富 全世界首富 他不是掩面着离婚 但是人家女方做的高级 不跟你纠缠 没有非得评分这个原则 天下的事我告诉你 所谓的评分也是相对的 怎么可能评分 你那个财产 他不是一个钱 钱好办 最后一切一出二就分了 但是好多都是说经的财产 马爷你看 您收藏 我突然想起 你比如说 假如您这个财富 就是您的收藏 这收藏都得成糖的 几把椅子 对吧 一糖四把黄花梨 怎么分 你说这一分 或者说你老婆也不收藏 那怎么分呢 怎么分呢 就明白人就是说 一种恶劣的分法 就所有东西都拿句子 一句为二 那不值 那要不然就变成说 你拿一件我拿一件 这么来回来拿呗 农耕时代分家敬这个 别签牲口 一堆牲口 你签一个 我签一个 大家挑呗 所以你要说让他绝对公平 没法绝对公平 离婚这事 就不要再试图找这个绝对公平了 要想开八卦 八卦的这个新闻里边 确实很丰富 有些呢 就特别像胡同里的故事 比如说 王宝强的故事 什么就 他那个八卦狗血吧 跟这个市民阶层很接地气 对 有些呢 太接了 人气怪气 太接了 所以观众得到很大的满足 哦 原来跟我们胡同里 是差不多一样的 这故事也差不多 有些呢就完全是 比如说精神上 你像这个 我特别喜欢 就是八卦里 有我喜欢的吗 有 格里高利派肯 跟这个赫本 嗯 最后他死了 他去 宋德华 哦 原来大家知道 当时罗马家 全世界都认为 他俩应该在一起 最后 他告诉大家 他依然爱着他 哦 是想爱着 想爱他一辈子 那么还有这个 基诺里维斯 跟那个桑德拉布鲁克 嗯 那么我看到有一个节目 就分别采访他 他俩说 其实我当时 是喜欢他的 哦 这么多年过去了 有时候二十多年了 但是当时 因为他太好看 我不好意思看他 就是这种东西 感觉外国男人 有这毛病 也有 这种八卦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种 就是说你自己 很诚实的用 反正也都是演艺行业 大家去表达出来 其实我觉得这种 也省去了 别人八卦的一个 一个这个反 就我很喜欢一个 韩国的导演 叫胡尚秀 他就是跟一个 韩国的女演员 叫金明喜 然后他们也是不伦嘛 婚外恋 然后这金明喜 交往的全是大帅哥 巨大的帅哥 但是后来就跟一个 六十多岁的这个导演好 而金明喜很厉害 就是发短信 给导演的这个老婆 说你跟他好了这么多年 现在该我了吧 就是非常猛 但是他们很有意思 就是后来 胡尚秀 他就把他们的这个 感情全部都导成电影 就是他每一部 其实都会有 他们感情的影子 其中有一部 我很喜欢 叫《独自在海边的夜晚》吧 里面就是金明喜演 一个女演员 然后男演员 他另外找的 就是一个导演 然后关于他不是 美化他们的感情 他把他们之间的 那种尴尬 那种绝望 甚至是很龌龊的 然后这样的欲望 什么不堪 全部给表达出来 就我觉得 这也是一种表达方式 就你不制造 美好的幻觉 你告诉大家 我就是这样 这就是真实了 我们的感情 那我觉得 大家其实也容易理解 也不会在你身上 涂射幻想 然后再破灭 有这样一种观点 就从你这来的 就是说 这个艺术家 或者说是 这个演艺人员 他们有感情经历 多一些 跟他们的职业特点 也有关系 比如俩人俊男靓女 在一块拍戏 演男女爱情 一起待半年 他就是有可能 而且呢 这些个经验 也可以作为 他们演艺的这个素材 或者艺术家 创作的这个作品 这就说到说 那么我们这个 这个观众 对他们的要求 或者说所谓 这个严酷的舆论环境 能不能因为这个 就稍微松懈 宽容一点 包容一点呢 现在好像观众 对他们要求更严格 对 你看 我刚才一直在脑子想 他这事 就说的这个 这个高丽派克这事 你看西方文化是这样 他到老了 他会说出来 中国任何演员 到老了都不会说 他把所有的情感 就跟着他一块就死了 他有没有 他肯定有 他不说 我就想起 我在美国看过一个节目 那时候去美国 住的一朋友家 英文听不了 他把一句一句给我翻 非常受感动 他现场就是 记者采访一个男的 这个节目好像就叫 我的梦中情人 听着就好听 一个巨幅的大照片 特漂亮的女孩 他说 这就是我的中学同学 我当时怎么安联 他说了好多好多事 然后他说 你真的很喜欢他吗 说真的很喜欢他 说我这么多年都不能忘怀 说那你就好好看着他 然后这张大照片现场 砰就破了一张纸 一个特别肥胖的女的 慌慌悠悠的出来以后 就是那女孩 那男的已经也变成 美国那个三百斤的胖子了 跟那中学时代完全都不一样 那女的就特高兴说 就说为什么 就是你那时候喜欢我 你不跟我表达呢 就是他们都特别真实的表达 这种节目就是极为感染人 就我其实跟这个文化 差那么大差 有的感动的都不行 我觉得人生有这种美好 去有机会叙述 让别人知道 中国人肯定不会说 哎呀 我根本就看不上他 心里不是这么想 今天你要说 做这样的节目 我觉得你中国 肯定能找到这样的人 但是能不能找到 这样真实的表达 也很难 都变成演了最后 就是演型 媳妇不干 我是 她媳妇还不干 对不对 我是觉得就是 这种影视 或者大众传媒 她确实应该想满意 说就是 她不应该是缩减 人们对于真实的认知 就当年影视剧里 所有人都是从一而终 大家就认为 好像只有从一而终 这么一种选择 我觉得这个大众传媒 或者艺术 它是应该展现 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 人性 人性的灰色地带 然后让大家看到 这些灰色地带 而不是 就是一个美好的 但是是一个假象 我觉得这种 大家对于生活的理解 也会变得很 你知道就是 我现在想 就是说 我现在就明白 一百年前 乃至于两百年前的 哲学家们 在考虑这个世界的 问题的时候 他的很多观点的起因 我现在明白了 你比如说认为 资本是这个万恶之源 这个话 他能这么想 是有原因的 因为你到最后 会发现 所有的这一切 都是因为 因为有件事情进来了 就是说 比如说本来演员 演戏 艺术家创作 是很简单的事情 这是咱们古典的理解 但是后来一变成 这里边带了大批的资本的时候 你就发现 所有的东西都变形 马爷您说是不是 那么好比说 一个西方的资金 看中了一个中国的 某个当代艺术 框析一下 你们不是土编吗 我告诉你们 我有话语权 我就买 我一千万美元买 然后你们中国这些土豪们 也跟着上 跟着上我一抛 类似这样的资本游戏 对吧 然后你就会发现 好了 就像你说的 就像马爷说的 既然发现 人都把我抬到车上了 我一看点好 我在扎一安全带 这不也是人性之自然的吗 谁能挡得住 你现在想起来 这些事情 就是种种操作 你觉得是不是 背后有个这么个东西 是 当然咱也不能说资本 这是它的恶的一面 它一定也有它善的一面 资本本身就是人格化的 就是以前人家认为 好多人都说 资本它是一个中性的 烙在好人手里 它是起好的作用 烙在坏人手里 起坏作用 不是的 所有的资本 都不是抽象的 它是人格化的 怎么讲 它代表一个人的意志 看这个资本在谁手上 所有的资本 都是有话语权的 就是我不是说 把这钱就给你用了 你随便用吧 不是的 资本后面是有人的 这钱就给你用了 这钱就给你用了